當然他今年打擊率兩成三七不算高 可是他游擊區的手邊控制蠻穩定的 這個飛球在左邊方向 左愛手追過去 追過去 在邊線的附近 在界外區 接殺的這個飛球 有機會 有機會 Out 那但是timing play 本壘這分是算的 那現在李淵平總監要出來挑戰 因為這是一個timing play 所以現在要來挑戰的是 到底是第三出局先出現 還是三壘跑者先回來得分 相當明確 這個球在界外接到傳三壘 傳得非常準 這個樣子實在是看不出來 好 得分照算 經過電視審視沒有畫面 所以不計挑戰次數 因為是沒有這個畫面 那只能維持原判 當然林淵平總監現在 應該也是不能 不太能接受 但是 這就是最終的判決 那樂天隊還是拿到這一分 所以剛剛紀錄上 馬傑森是一支高飛仙打 為樂天隊取得一瓶的領先 除了 對 音樂 finances 感谢观看